我最讨厌的歌都是我最红的歌 难听 土 明明是歌手最火的歌 却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歌 这样的凡尔赛也没谁了 我估计很多人和我一样 都是从李白和不将就这两首歌 开始认识李荣浩的吧 李荣浩还凭借这首神曲 李白获得第二十五节金曲奖的 最佳新人奖 然而即使是这样 依然挡不出他对这首歌的讨厌呢 我最讨厌的歌都是我最红的歌 真的 有两个齐名的吧 一叫李白一叫不将就 对 是我非常讨厌的两首 难听 土 受不了 我为什么会写这种东西给你 我就当没听过好不好 这真不是冤家不剧头啊 不少8090后呢 都是听得杨成林的歌长大的 但有五首可爱教主早期的歌 对杨成林来说绝对是黑历史 一提起本人都大呼救命呢 祝福的节拍啦 我不是谈的 我不是谈的 努力勇敢去爱 辛苦的节拍 我记得他啊 好厉害 大概有前五名 他就是其中 而且前五名中并列第一名 是 他就是其中一名 就是Live过一在唱 每个梦都得到祝福 每个累的 不见 跟你说好不见 这个我也好怕 不见你花下的句点 我成生的欺骗 最可怕的 你有听过吗 叫要我的命 要我的命 你要要我的命 爱情的绝缘体 老就不能为力 回忆的画面 记录的语言 爱始终是你手中长长的线 带着我的想念 飞过了地平线 你温暖的笑脸 还一路从前 《笔记》作为周笔昌出道的成名曲 同样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 凭借这首歌曲 周笔昌还收获了一众粉丝 由于歌曲比较口水 也成了周笔昌最嫌弃的歌 乃至于现在 周笔昌都很少演唱 你好像特别不喜欢 《笔记》那首歌 因为以前录那首歌的时候 我就不喜欢了 你是觉得怎样 俗 没风格 就是 太口水 体面作为18年最火的歌曲之一 也是余文文被大家记住的歌曲 就是这么一首快制人口的歌 却又成了他最讨厌的歌曲 甚至公开表示 唱这首歌太痛苦了 唱一首体面 你会唱吗 不 我给导演组提了唯一一个要求 我说你只要不让我唱体面 你让我唱什么我都行 你的体面是绝对的热歌 为什么不唱自己的歌呢 要吐了吧 唱了两年的体面了 我连去KTV 大家都要让我唱 所以就真的是 有点要吐了 爱的那么认真 爱的那么认真 可还是听着你说不可能 已经是新年没下雪的伤害 突然飘逊 就在你说分手的瞬间 雪日前丑名曲认真的雪 曾唱顾无数的痴情男女 因为歌曲太受喜欢 也被老雪无情地吐槽 唱了一千多遍 每次唱都想吐啊 正所谓有心在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音 好的作品呢不一定火 火的作品也不一定好 也难怪歌手们讨厌了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让我们下期见 拜拜